蜡东小破五 屠山市举行了一个盛大且隆重的族长继位仪式 轩元王、高新王、四大士家以及中原六大士族都派了人来观礼 轩元王派了枪炫和石冉来观礼 枪炫便带了小六来,让他散散心 高新王则派了阿念和入收来观礼 阿念见到,枪炫老远就躲避开,入收纳闷 问道,为何不去跟柿子打招呼 阿念瞪他一眼,要你多嘴 入收善善地逼了嘴 跟在阿念身后与枪炫隔了老远的距离 白玉祭台下的白玉栏杆雕刻着神态各异的九尾白胡 小六知道,屠山市非常尊崇白色 所以屠山景出现的时候,穿的也是银白色的圣袍 他先祭奠天地与祖先,再寇谢族中长老 最后登上祭台接过九尾胡御印 当两位长老把白色的胡皮大肠披到屠山景身上时 古月齐名,长老宣布里程 屠山景转身看向台下 小六总觉得屠山景的眼神在看向自己这边 他的身后突然出现赤色,像鲜血一般 几乎铺满了整个天空 人群中议论纷纷,血色漫天 这是屠山市的石神显灵 可无人知晓,这石神在此刻出现适合指示 阴影如期举行,只是人们多了一个可以议论的话题 小六根本不感兴趣,在人群中张望着 期盼看到防风被的身影 枪炫问,你好像在找谁? 小六缩回脖子,防风是没派人来吗? 枪炫知他在找防风被 冷声道,我不希望你跟那样的人私混在一起 那样的人,哪样的人? 小六有些不悦地问道 枪炫道,浪荡公子,还是个树出 他配不上你 我不想听见别人这样说他 小六喝着闷酒 他听不得任何人这样谈论防风被 枪炫叹息,我是为了你好 小六借口头晕起身 离开说要去透透气 他沿着屠山家的走廊在院子中慢慢走着 眼睛四下张望找着那个熟悉的身影 在找谁? 熟悉的声音从背后传来 小六的心扑通扑通狂跳 回头看向慢慢走来的防风被 他穿着一件紫红的衣袍 披了一张白兔毛的斗篷 眉眼含笑,浪荡不羁 小六深吸几口气震定下心神 观礼时,四下没找到你 防风被勾唇浅笑,有点是耽搁了 他的语气又是那个慵懒随意的防风被 小六放下心来 看来,他这一年多过得还不错 两人并肩走着 小六问,你一直待在青秋吗? 防风被看向小六 说,不,我是前几日才来的 这意思是,一直都在旨意成 那为何不来见他? 小六有些郁闷,狠狠踢着脚边的石子 防风被戏谑地笑 我以为在见你会是以高薪大王姬的身份 没想到你连真容都没变回来 小六憋着气道 我说过,我只坐稳小六 防风被看出他有些生气 说道,我这一年很忙碌 只摇摇在毛球身上望了紫金弓一眼 小六一听气消了一半 再旨意成你还敢让毛球妥你 你不要命了 防风被讥笑 旨意成这几个人还不是我的对手 小六扭头瞪他 暗杀枪炫的面具人是你的人吧 防风被脸上有些不自然 算是 什么叫算是 我让他们去试探枪炫 并不是真的杀他 是你傻,非要扑过去挡 小六停了脚步怒目瞪他 试探,刺了我一个能当鱼缸的窟窿 你跟我说是试探 我可真是谢谢你 防风被反瞪回去 我还没问你那日你 为何会跟他们三人在一起 小六冷哼一声 时间太久 我忘了 防风被给他后脑勺来了一下 你是不是又想挨抽 小六挨了一下 却觉得分外想念 仰着头问道 你带我走吧 防风被一愣 我可不敢得罪高星王 小六也与他 大名鼎鼎的九命巷柳 如今也成无胆鼠了 防风被赶紧伸手捂了小六的嘴 道 姑奶奶 这里可是屠山府 你是不打算让我活着走出这里了 小六眉眼弯弯地笑 防风被低头看他 心跳加速跳动 如触电般松开了自己的手在背后钻紧 小六央求道 带我去赌场玩好不好 防风被瞥他一眼 说 你怎么现在如此过躁 小六继续央求 晃着他的衣袖 防风被冷目看着皱成一团的衣袖 咬牙道 我今儿刚穿上的新衣服 我给你迎十身新衣服回来 好不好 不好 防风被一字一顿地说 小六盯着他 伸手放在唇盼大喊道 像 柳子还没出口 防风被就赶忙说 走 两人翻身上天马 驾驭着去了青秋城 黎绒族的地下赌场人声鼎沸 防风被和小六戴着狗头面具 一边喝酒 一边赌博 赢了半袋子钱时 防风被问道 上次你买的那个奴隶 怎么样了 小六叹息一声 一把年纪还没娶上老婆呢 防风被痴痴地笑 妖怪认定 一人便是一生一世 但心只有一颗 交出去就收不回来了 所以会格外谨慎些 小六笑咪咪 那你呢 你的心交出去了吗 防风被低头看着小六一双秋水毛子 仿佛一道闪电划过漆黑夜空 心跳失了正常频率 防风被问 你认为呢 小六笑得更深 伸手覆盖着自己的胸口 另一只慢慢伸出放在了防风被的心口上 有两颗心跳的声音 正在和他用同一节奏跳动 在赌场完了半天 小六将钱贷的钱输了个一干二净 防风被黑着脸与小六走出赌场 小六偷偷看他 我还留了一点点 没有全输光 防风被停止脚步凝视着小六 你在这样乱输我的钱 我下次就不带你来赌场了 小六舔着笑脸 下次 下次是什么时候 防风被拿他没办法 伸手道 钱拿来 小六将钱袋里 紧剩的几枚钱递了过去 防风被颠了颠 只够去吃烤囊了 连碗汤都加不上 小六点头 就去吃烤囊吧 滋滋冒油的羊肉馅 防风被背着手带小六溜接串相 小六问道 你还去做杀手吗 防风被回身看他 你怎么知道我做杀手 你自己说过呀 防风被狐疑 我有说过吗 小六肯定地点头 说过 防风被邪魅地笑道 我只是偶尔去做杀手 若你有想杀的人 我可以给你打个折 烤囊铺里热气腾腾 两人围着炉子坐了 等着烤囊出炉 你明天就随枪炫回旨意了吧 小六点点头 你呢 你还要留在青秋吗 我要晚一点回去 把这边的事处理完 其实 小六很想问一问 防风被究竟在忙些什么 为什么他每次都消失在不同的院子里 而刺杀枪炫的那些面具人 究竟都是什么来历 店老板从炉子里勾出四张烤囊 端到两人面前 两人一人一张抱着啃起来 小六嘟囔着 枪炫一定快急死了 防风被瞥他一眼 说 放心 涂山家的小奴 看到你跟我一起走了 枪炫只会偷着骂我不会着急的 你也把枪炫想得太 太什么 防风被黑着脸问 小六歪着脸 饶有趣味的 看着黑脸防风被 说道 你是吃醋了 你想多了 小六黑黑的偷笑着 你不承认 也没关系 防风被哼哼两声 随你怎么想 吃完烤囊两人 并肩往涂山府方向走去 夜晚的天气很冷 小六动得有些打哆嗦 防风被瞥他一眼 还是解了自己的斗篷 给小六披上 小六正愣在原地 斗篷上还有着防风 被温暖的体温和冷冽的香气 将小六牢牢包裹在白兔毛中 只留了一双秋水般的大眼睛眨呀 眨得望着防风被 防风被低头道 我不介意 在大街上抢吻一个男人 小六星跳湿了节奏 脸上火烧火燎 防风被心情大好 笑得轻浮又得意 小六星跳湿了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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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六星跳湿了节奏